神奇 这个店巨高无比 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我爬了这么高的台阶 一路爬上来的一个小店 真是醉了 这个也是神秘营销 因为感觉非常隐蔽 然后所以好奇就上来了 按理说一般人很难 会爬这么高的楼梯 会爬这么高的楼梯 肯定是年轻人 真是好奇害死猫 但我真不敢想象 自己的人爬了这么远 就去看到远处有一个灯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有个性的招贴 然后就这里写着欢迎上楼 就跑上去了 现在电动车都长得很好看 然后这里有的招聘希望 没写价格 这边的走路都得小心 老是走着走着就踏空了 全是共享充电包 这么多 99 59 3只 199 199是毛衣 但是我就觉得错季节了 每天50块钱的毛衣 我都没买 这里又有鞋了 199 还可以比较亮它 我没事 这是个什么固扬 这是个什么造型 高空掉坑 箭头电盖 一百千十八 软化发生 什么叫电缆 那边不都叫烫的 才反应过来 今天我吃的 还有很多工奖商店 还有很多个地方的小店 这有个长到像卖老老一样的东西 但是是个卖衣服的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的小车 这边也写着招联 这个地方也写着招联 看着这个招联 看着这个招联 不写下的 这个招联 不写下的 再看看再看 这边就是个衣服店 还有门口卖餐 这个小车 这个机车好看 这边就是个衣服店 那就是个机车飘了 这颜色都飘了 我带卖巧克力 所以这个农花春天宝 这是一个什么店 可能是个酒吧 这些店很多都很趋劲通幽啊 都是藏在巷子里的身处 那么这些店很多都是需要爬台阶上去 要是不是年轻人多的话 一般爬两个台阶就少 少好多客人 对面有个卖花还是卖什么 好像是卖花的 看那个姑娘自己给买了个吃花 小食品小玩具手办的估计是 卖手办的全部玩具